大家好,我是莉子 今天就由小Max来带领大家一起参观这个沉浸式的梵高艺术展 这个梵高展,我十分推荐带小孩子去看 它很巧妙地吸引了小孩子的注意力 也通过几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增加了情感的深度 让小孩子也能身临其境,感受艺术的魅力 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015年是梵高的诞辰125周年 这个艺术展是从2016年开始全球巡演的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办了好几场 跟以往别的艺术展不同 整个展厅没有一幅真迹 它没有真迹,它还能火这么多年 它用的是投影 将梵高的作品投射在墙壁天花板地板上 但它也不仅仅是静止的投影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展览的花样 首先一进门,大房间的墙上就投放了 梵高最出名的一些作品 进入房间之后呢,就看艺术片 梵高为什么这么独特 这里和其他展览一样 插一句啊,这个艺术片有五分钟 Max看的津津有味 也不知他看懂了多少 艺术片看完就进入沉浸的部分了 你们看这个花瓶,看上去只有一幅画 却通过渐变和渲染 让花瓶生动了起来 他将梵高不同时期画的花瓶 通通融合在了一起 梵高真的画了好多花瓶啊 这个视频足足有四分钟长 最后这一幅就是著名的向日葵了 珍稷目前收藏在德国的慕尼黑 另一个方式呢 是让梵高的作品实物还原 比如这一幅在亚尔的卧室 就通过同比例实物还原 在现场打造了一个卧室 让人仿佛近距离的接触到了 原画里的那个房间 第三种方式是VR体验 戴上VR眼镜 就仿佛进入了梵高的视角 先从他的房间醒来 环顾四周 走过散落草高纸的地板 出门坐上马车 穿过他最喜欢的麦田 去看看他生活的小镇 沿着小镇的石板 走到静异的海边 抬头眺望那片神秘的蓝色星空 唯一可惜的呢 就是没有儿童的VR眼镜 只有成人版的 Max坐在一边干瞪眼 第四种方式 是让大家都拿起画笔 在现场画画 有一个房间放了很多白纸和蜡笔 让大家随意涂鸦 你可以把作品带回家 也可以把作品留在这个展厅里 贴在墙上 第五种方式就是这个展览的重头戏 45分钟的沉浸式体验馆 在一个十分巨大的房间 这个沉浸式体验 是一位意大利制片人的创意 用了100多台投影仪 进行了大面积的数字投影 将樊高生前创作的几百幅作品 最大限度的细致的还原出来 同时还伴随着钢琴曲 小提琴曲 以及还有少量应景的配音 此外因为樊高自称农民画家 晃了很多乡村的风景 所以在音乐中 也不时能听到各种 从鸣鸟叫 乡野气息就更浓厚了 记得樊高在写给弟弟的信上 他说 有些话我不知该如何表达 只能通过绘画来表达 而这个陈金展 他虽然全是科技 却仿佛是樊高本人 在用他的视角 用他最朴素的方式 来告诉你他自己的故事 今天这个樊高成进展 就介绍到这里了 你们喜欢吗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